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今天呢,我为你预备的主题单元是信仰QMA 一起来谈一谈如何寻找合适的教会 这个教会呢,就是属灵的家 这个灵呢,是灵魂的灵 属灵的家 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除了原生家庭之外的第二个家 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里面 来学习怎么把圣经的真理 实际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教会是非常的重要 合适的教会对我们的生命 可以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怎么样找到合适自己的教会呢 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帮助许多人解答信仰问题的 徐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徐老师 真的人世间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的 因为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长处 优点 和令你喜欢它的地方 但是同样也有 会叫你不舒服的地方 也有它的缺点和瑕疵 当然在这么多不完美的教会当中 应该会有一两间 可能比较合适你的教会的 那要怎样去找到它呢 我想给你几点的意见 第一个,原则上当然以该教会的信仰 是不是合于正道为优先考虑 那这个可以找你所认得的牧师 或者传道介绍 或者请你信得过的基督徒介绍 第二点 教会离你家的距离要近一点 距离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 因为教会与住家比较近 这样你就比较多有可能参与教会的聚会 和投入侍奉学习当中 何况教会比较近 这样的彼此相爱 互相关顾都比较容易做得到 第三点 每一间教会有它不同的神学与信仰的观点 它所采取的礼仪形式也不一样 教会传统气氛当然不同 也有使用不同的语言的 那会友的年龄和社会背景 职业等等可能差异蛮大的 那教会的活动重点 跟它的方式也是很不一样的 有的教会对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 有的教会会友之间互动的关系 比较冷淡 有的教会有许多的团器 小组 圣经课程等等 有的教会是上千人的大型教会 有的教会可能是几十个人小型教会等等 教会很不一样 你可能需要多接触才能多了解 才知道什么样的教会比较合适你 我们当然希望那间教会可以给我什么 提出这样要求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 我该为那间教会贡献什么 因为付出往往也是另外一种的收获和得着 记得主耶稣的话说 师比受更为有福 这个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 所以你要学习的忍耐 接纳一个不完美的教会 然后尽自己的一分力 在那个教会当中 一间教会往往可能因为你的投入 因你的代导 因而有了改变 第五点 有了以上四点的参考 最要紧的我劝你要祷告 求主指引你 若有了主的带领 你就可以安心把自己完全投入那间教会中了 虽然他一定不完美 你又问到如何介绍刚信主的人去合适的教会 同样也是距离的问题 如果他所住的地方离你的教会还算不太远的话 交通还算方便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先考虑带他到你参与的教会 因为他跟着你去 在那教会当中 他就不会感觉到孤单而退缩的 如果他有不懂的 你可以指引他告诉他 他在你的教会当中被造就 学习侍奉 等他稍微成长以后 或者他可以考虑再换到 对他比较方便 比较合适的教会去 第二方面呢 他的家如果住的距离你的教会太远 或者交通太不方便 我给你另外一个考虑 就是你愿不愿意牺牲一些你自己 在他家的附近找到一间合适的教会 然后你陪他一起去 你陪他去一个陌生的教会 这样他就会比较不那么紧张害怕 当然这样的教会也可以请自己教会的牧师介绍 或者推荐 第三方面要注意的是 刚信主的人要进入一间完全陌生的教会 真的是需要有点勇气的 起初他一定会感到很不适应 所以我才建议你陪着他一起去那间教会 一起参加聚会 或者几个礼拜 或者一两个月 帮他熟悉那儿的人 也帮助那教会的人认识他 让他比较知道在教会里的礼仪规矩 这样你才把他放手 当然第四点 同样的是 为他寻找合适的教会的时候 请你也要不住的为他祷告寻求 求主来带领 最后我要说的是 教会是心灵的家 我们心灵的家 教会更是上帝的家 基督徒在这当中 侍奉学习成长 为了叫别人得益处 自己得益处 也叫基督的教会成长 更能够吸引未信的人来到当中 所以我们进入一个教会 为了被造就 被供应 被帮助 使我们得到益处 反过来说 一间教会也等着我用心投入 可以使得它变得更美好 更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 教会这个上帝的家 它的美满 好坏 是每一个成员都有的责任 因此希望你能够很快地找到一间 可以让你投入 而且在其中享受的教会 并且贡献让自己所能 在这样的教会当中 使大家都得益处 上帝都得到荣耀 愿上帝祝福你 非常感谢徐老师 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那么针对如何选择教会的 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一些疑问 欢迎你写信给我们 我可以把信转交给徐老师哦 来信请寄电台所播报的通信地址 或进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板 留言给我们都可以 祝福你找到合适的教会 也祝福你 尾身在教会当中学习成长 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